各位朋友大家好 昨天我在美市沽出了3116 建議買入藥材 今天大家都知道什麼環境 跌了10% 跌到2.5元 但我也想告訴大家 我是想著長渣 純粹炒這段時間 為什麼呢? 我今天再深入講多一點 首先一件事 我自己沒有參與這次所謂的中資股狂潮 你說港股我自己也是買匯豐 中國電訊、中海郵 和中銀香港 其實都沒有受惠度 但是自己心目中 都蠻喜歡藥材這間公司 其實我太太也買了 不過她是 兩個三四 然後上去借了 花錢跌下來 沽了 賺了幾千元 然後兩個六日貨 現在都沒有什麼賺蝕 為什麼我喜歡這間公司呢? 就是因為我已經知道她最差的時候的表現 即是說如果市況稍微有改善 她已經可以有一個很大的增長 其實大家都知道 2023年 甚至今年的上半年廣估都是很差的 204年的上半年 203年 2022年 疫情開始 社會運動開始 港股已經是不行了 特別是 應該是2020年 阿里巴巴的螞蟻金服 不讓她上市之後 真是進了一個很漫長的紅市 因為一些原本很厲害的中概股 中資股 科技股 全部都被打下來 還有房地產股被打好痴肺 一些原本很健康的公司 例如龍湖 這些經營得這麼好 萬科這些經營得這麼好的民營公司 都被這次的政策打到七零八落 所以我們看到這幾年的中港 加上美國的制裁 中資股的表現 只有中特股的公司 例如中石油、中石化、中海油 三桶油加上神華、中美能源 或者中二棟是做得比較好 其他那些全部是佛線觸塵的 成交又差 但我們看到 好像要財由2020年2021年2021年2021年 2021年23年24年 它的盈利全部都有錢賺 而且我們看到這幾年都是上算平穩的 我們看到 它沒有虧錢的 而且我們看到有些中資的證券行 都倒閉 例如之前一通也不做 但是為什麼要財可以押納得不錯呢 首先第一點 它是沒有用經紀 因為傳統的證券可以用經紀 另外就是要財在網上的apps 發展比較好 亦發展比較早 當然這幾年就好像富途 或者多了人好像我這樣用IB 其實就是那個功能 其實是比要財是好的 或者有些收費比要財便宜 但之前可能有些香港人 他都開了戶口在要財 他仍然繼續維持著 有些人可能很久沒有炒股 例如我太太 他也是一個要財戶口 近來他就匯約出來的時候 免得再重新開過 用舊的也很方便 而且他的佣金收費 也是公道的 而且二戶財還有好處 他也是維持十幾間分店 好像是十二間分店 不差得過一間中小型銀行 亦開戶口的宣傳做得不錯 很多回贈 又送股票 近來好像送兩股萬聯的股票 即是開美股的戶口 香港的戶口好像是送騰訊 如果有些人做財戦 也有財戦的回贈 至少香港人 雖然現在多了用網上 但都喜歡有些人 有需要有個分行 給他問和處理開戶口 覺得有服務 而入面那些 他不會銷售你下單 因為他不是經紀 他那些是純粹客戶服務 所以他不會扯你 銷售你 他頓期都有一些 在網上的節目 就跟你說一下市況 這些一般證券行都會做 所以這方面 他做得不錯 在華資證券行是做得最好 所以我們看到 如果我們確認 前幾年是最差的情況 2022年23、24年是最差的情況 只要有虛幣的好轉 他已經可以受惠 而且耀財在這幾年 都鼓勵舊客戶 買美股、貴金屬 其他國家的股票 因為美股市場比較旺盛 也幫助盈利不至於大幅倒退 前幾年 因為釋高 孖展服務的盈利 是做得不錯的 所以我們看到 2020年 他每股盈利是兩毫七仙 2021年 因為當時 阿里巴巴那些厲害 螞蟻金服的時間 中間外股很厲害 去到四毫一 前年是三毫三 去年是三毫六 今年 上一年 2023、2024年 大概是三毫三 即是他保持盈利 大概是 差的時候是三毫 中中定定是三毫半 好的時候是四毫 以往派息比例都有點飄忽 20年 雖然不是賺很多 他派了三倍 他的盈利 2021和2022是三成 2023也是三倍 因應大股東的喜好 但證明起碼有很多現金 去年他派了盈利 所以他派了三毫三 假設他未來 因為現在的市況比較好 假設他也是 將他賺到的 派了 即是說 如果他 以10厘息 每股的股息 10厘來說 他可以 作為一個目標格 例如他派三毫三 是有機會去到3.3 現在的息率 就是十幾厘 所以我覺得 如果是3元 留下兩個多 其實都可以作一個長線持有 因為他最差的時候過了 以後都是這樣 他都每年派到兩三毫 那你可能兩個多 拿著 其實是沒有蝕底的 始終有些時候 股市都會比較旺 他賺多少又派多少 還有 股市成交大 他不需要聘請很多人 因為他主要是電腦系統 都是這麼多間分行 所以他的成本不會增加 但反而 仍然增加 他就有槓桿效應 剛才看到的新聞 就說要財上半年 去到今年的9月 盈利是升了3% 客戶總數到57萬1千 今年首9個月 已經有30間證券行 即是傳統的 所以有些都轉到要財 都未頂 這裏都會有受惠度 還有我們看看過去幾年 其實要財的客戶 都持續增加 我們看到 如果我們去到2024年 3月31日 即是去年年結 有563,000 現在是57萬多 也多了幾千人 至少能保持 新開戶減少了 關閉戶口的人得出來正值 我們看到2023年 它是5477,000 這裏都多了1萬多 都是1萬多 1萬多人 去年可能比較少 因為市場不好 現在半年都多了幾千 全年都多了1萬多 這個2022年就厲害了 開了4萬多個 新增 去到52萬多 2021年 482,000 2020年 338,000 之前幾年開戶很厲害 這幾年不差點 但市旺 肯定多了人出來開戶口 所以這也是我覺得 要財好的地方 賺多少 最差的時候已經見了 我們點定目標 簡單 假設今年最後的盈利是沒有好過的 有沒有可能 也有可能 可能今次的 是痰花一宴 很快就完 如果它做到 去年盈利0.33 3號3 都派出來 我們剩下10 即是說 3.3 就是初步目標價 在我們冷人組中 會先沽出10% 如果它是 盈利升了1成 即是很少 這樣就剩下1.1 3.63 這樣就剩下10 即是 第二個目標價 假設它全力盈利是有1成的增長 而它的派息是0.363 第二個目標價 再沽10% 就是3.63 如此類推 假設它有2成的升幅 我覺得2成的機會都很高 起碼 有3、4成 0.33 乘1.2 即是說 第三柱沽出 就是3.96 如果我們真的 幸運地沽出的時候 可能 下3元以下的那些 我們可以再買 在這個範圍 做一些交易 我自己建議會這樣做 我覺得 耀才都是一間 罕外 派捨公司 還有它有競爭力 還有它繼續保持著 好的Marketing計劃 有好的 交易系統 還有 相對來說 它繼續有地鋪去 招呼一些不同年紀 或者不善於上網的客戶 所以 我覺得 為何它仍然壓立不到 還有連連賺錢 這不是這麼簡單 連連賺錢 即是說 如果它最差的情況 做得不錯的時候 當它好的時候 自然 盈利就可以爆升 這就是我對要財的看法 跟大家分享一下 大家可以參考一下 不要作為一些投資的建議 都是自己的投資 自己作主 不要聽別人說 我這個純粹 把我的一些看法 分析給大家聽 當中也有很多漏洞 當然它的風險就是 市場真的不行 還有 它被人搶了客戶 假設被富途 其他更加低勇的公司 但我看到這幾年 富途也很多年 在香港 或者IB 或者其他華盛 它起碼維持到客戶 也有花差不多的吸引力 或者有些人用開 不然經常轉來轉去 雖然欠少許錢 市場升開 你不會欠少許佣金 市場跌 你才會轉去一些 便宜佣金的地方 所以這個資訊 就跟大家分享一下 如果大家 繼續想支持 請訂閱 分享 按讚 謝謝